来到年尾 乐坛班奖礼很快杀到 去年立了不少奖项的林家谦 这一天出席品牌活动 就有不少粉丝撑场 看来想为偶像 在班奖礼之前造势 家谦也被外界看好 有力争夺男歌手奖项 不过他自己就说 未有很大信心 一半半我觉得都有 但又不是很大信心 因为我自己今年幕前的比重 是低于幕后的 幕后我做了多一点的 所以我不知道幕后会计不计 我应该不会的 因为我都尽量学会了 怎样embrace别人对我的 看好或者加许 所以多谢 这次是开心 多个担心 这次是开心 可以接受他们的 祝福或者看好 男歌手奖竞争激烈 陈卓妍都被看好有份赞掌 Ian的女朋友盧慧敏 当然有份出力拉票 接下来就是圣诞节 不知道这对小情侣想好节目没有 今天之前试过公开就说 男朋友把你排在道数第一 来到圣诞节 圣诞节怎么办 有没有表示保窩啊 圣诞节 我保窩还是他保窩 有保窩 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很重的节日 还有我觉得Christmas 都是整年最后 以最大的节目 其实不一定排到最后 是最小的 可能去到不同的位置 都有不同的作用 不同的对待 所以不一定是不重视的 排在最后 同场的还有演员 胡卓熙和林家熙 近来越来越多 广告工作的Locker 就分享了 早前拍摄硬照的时候 要和色役合照 令他非常难忘 我想说他很乖 我那天拍摄的时候 他很好玩 我喜欢怎样控制他去哪里 他都可以去哪里 到最后其实我有一点心动 想着他好不好带回家 但我怕我的猫 但他是好朋友 我也有朋友有猫 有蜥蜴 他们玩得很开心 会不会说 可能把深思海的寵物多了 女朋友会债刑那样的 我绝对不会 其实我女朋友是有养猫 所以我不养寵物 他就债刑 我就万千宠爱在一身 只猫 而另一半 他都很喜欢这只猫 所以其实我们都不会 有这些问题出现 他疼的猫 他疼的猫比我更多 我疼的猫 胡卓熙早前正式成为 古天乐的旗下艺人 又不得移转变成为演员 他就说 接下来都有新戏拍摄 自己都很渴望 有日可以和老板一起合作 好有点摩我的压力 大红扰 是一种热的远量 游回